我又是猛地抬头看他 楚墨依旧如此 表情淡漠 没有其他情绪的泄露 我故意为之 王爷如何对我 我都不会讨厌王爷的 我强撑着藤毅 站起身来 耳边又传来他的心声 太好了 婉婉说不讨厌我 那他就是喜欢我 我更爱婉婉了 可现实中传来声音 却是无比的冷漠 这话是你爹教你的 笑话 我爹怎么会教我说这些话 我爹巴布地拉上全家集体 针对楚墨 楚墨是摄政王 从封地调到京城不久 因为他的出现 我爹顺风顺水的一生 也算到了尽头 我爹起奏被楚墨针对 我爹拍皇上马屁 被楚墨对 无论我爹对皇上 说什么谄媚的话 或者是羡媚的事 楚墨就是看不惯他 非要插上一脚 诋毁我爹 导致我爹 有一段时间无比消沉 他圆滚的肚子 消下不少 直到某一天 他想出了一个损招 没错 就是嫁女儿 让楚墨当他的女婿 我就是那个大渊种 我叫宋瓦 我爹把我培养得很好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他原想让我进宫当妃子的 因为他一昧地想征服楚墨 他改变了想法 第二天 他兴致勃勃地 请皇上赐婚 朝堂中每个人都知道 楚墨讨厌我爹 个个都看着我爹的笑话 笑话倒是没见着 倒是全体吃喜了 吃我跟楚墨的喜酒 出嫁前 我爹还语重心长地拉着我的手 他说 楚墨愿意取我他的征服计划 已经成功一半了 剩下的另一半 就是要靠我完成 他让我好好调教楚墨 最好把他培养成为七管炎 要是能劝动他造反 就再好不过了 造反成功 他当皇上 我当皇后 造反失败 他沦落为求 我爹保我全身而退 我拍腿叫绝 爹 你真他娘是个天才 就这样 我处心积虑地接近 想引起楚墨的注意 却不想被楚墨推了一把 还莫名其妙 能听到楚墨的心声 想想 真是天助我也 我目光锁定楚墨 脚柔造作地揉了揉手臂 晚晚只知道出嫁及从夫 晚晚这辈子都不会讨厌夫君的 这些茶里茶气的话 全是我看话本子学的 听说男人就吃这套 我耳朵里又传来 楚墨兴奋的叫嚣声 要是晚晚再上来一次 那就说明他不讨厌我 我挪动了脚步 他一道寒光闪了过来 警惕道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想亲近王爷呀 我露出无比无辜的表情 分明是你叫我上来的 他无比惊恐地往后退 搞得我像是洪水猛兽 还能把他吃了不成 本王不许你过来 我走到床檐边 柔声细语 王爷 别怕我吗 我可是你的王妃呀 婉婉好温柔啊 婉婉说她是我的王妃 她果真不讨厌我 可她的脸渐渐阴沉 要不是陛下的一道圣旨 你觉得一个上书的女儿 也配她进我的摄政王府吗 配配配 我的婉婉最配了 嘿嘿 我瞬间无语 这摄政王爷 这么还能有两副面孔啊 爹你真害人不浅 你让我怎么拿下她呀 我露出僵硬的笑 手轻轻地 抚在楚墨的手背 打着圈圈 王爷这样说人家 真是太伤人家的心了 我爹深知我倾慕王爷许久 他为了我才肯拉下脸来 去请旨赐婚的 王爷要是不愿 大可以聚了这门婚事 别问我为什么那么会 都是看话本子学的 我这番茶言茶语 果然对楚墨有奇笑 他的脸瞬间由音转情 但依旧冷着一张脸 让人看不透 宋婉儿 你最好不要骗本王 不然后果很严重 他的内心大声呼喊 我的婉婉居然这么爱我 好开心 他内心系再怎么多 但他的行动上 依旧没什么动作 对我的警惕半分不少 楚墨毫无征兆地 移开了自己的手 让我扑了空 紧接着他转过身去 用背对着我 我满心疑惑 却听到 晚晚离我太近了 我不能被他发现 我脸红了 我倒是有些好奇 他脸红的模样了 我鬼附身差地伸手 不小心碰了一下 他的衣衫 始料未及下 就被楚墨轰出房外 住进了另外一处地方 这也就算了 那地方还无比地偏僻 不得不说 我的住所还是很气派的 肉眼可见之地 都有黄金的身影 金灿灿的 跟宫里娘娘们住的宫殿 没什么区别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屋藏胶 我一夜未眠 因为天花板的金粉 闪得我眼都快下了 第二日一早 我就听见窗外有 嘻嘻嘶嘶的声音 不知道晚晚昨日 睡得好不好 幸好我起得早 可以看看晚晚貌美的睡眼 这个熟悉的心声 又来了 我迅速披了一件披风 打开了屋内的木窗 单手直着下巴 看着窗下躲在草丛里 移动的人影 草丛不动了 高大的人影猛地站了起来 挡住了我的视线 它与我四目相对 看清我的脸后 它像只受惊的小兔 有些站不稳 我下意识地伸手 拉住它的衣领 往我跟前一带 它才站稳了脚跟 王爷 这是想通了 要接我回去了 它的脸迅速红了起来 胡乱地扯开我的手 本王只是来这里沉练的 可不是要接你回去的 看到它慌张的模样 我竟觉得还有一丝可爱 晚晚别听我胡说 我真的好想接你回去 可是我怕我忍不住 忍不住 什么虎狼之词 怪不得昨日 我只是碰它一下衣衫 就被它轰走了 随后 我又听见 要是晚晚让我接它回去 我就接它回去 为了我爹的大业 我忍 我捏起了腔调 带了一点小娇铲 可我想跟王爷回去了 王爷带我回去吗 本王不许 他淡默地看了我一眼 迅速把目光移向别处 他内心的乌嚎声 冲斥在我的耳边 我好后悔 无比地后悔 为什么我不答应 晚晚 这种求人的事 我宋婉儿可不会做第二次 他的内心依旧在嚎啕 晚晚 要是再求我一次 我就答应了 吵得我耳朵都快聋了 我硬着头皮 暗暗咬紧牙关 嘴角生硬地扯出一抹弧度 王爷 算婉儿求求你了 他眸光一闪 看向我的时候 愣了一下 最后倾可掩饰 他的耳根红了 人还急了 更像一只炸了毛的兔子 本王说了 不许就是不许 这他娘的 确定不是在搞我心态吗 不行不行 晚晚太可爱了 要是真与我同住 我真的会忍不住亵渎的 不行不行 我扑痴一笑 笑什么 我笑王爷就连生气的样子 都那么讨我喜欢 我眼带笑意地看着他 看着他脸迅速窜红 他长手一伸 立即把窗门关上 砰 我吓得后颈一缩 就听见他强烈的心声 晚晚笑起来太犯规了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怎么办 我好想把他藏起来 这件事之后 楚墨有意无意地都在躲着我 但我每夜都能听到他的心声 第一夜 晚晚睡着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梦见我 第二夜 晚晚睡觉的样子好乖啊 要是我能在他身边就好了 第三夜 晚晚是不是讨厌我了 为什么都第三日了 都不来找我 也不问问侍卫们 我过得好不好 我后悔了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答应他 闹得我脑瓜子疼了好久 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了 几乎都是白日里睡的 第四夜 我没睡 我想抓他个现行 正好同他讲讲回门的事 本该昨日就回门 可是我白日里 实在是打不起任何精神 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睡觉上 我等到后半夜 楚墨还是没来 于是我打算亲自去找他 就看到他喝得鸣鼎大醉 身子挂在一个男人身上 男人见到我 露出憨笑 摄政王妃 我叫盛南 摄政王我给你送来了 你可要好好疼他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 盛南就把楚墨扔给我 走的时候还不忘 对我挥手告别 我今日又帮了楚墨兄一个大忙 改日定要好好敲上他一笔 这是盛南的心声 什么大忙 还有 正当我疑惑 我就听到楚墨喊着我的名字 晚晚 楚墨身上的酒味浓重 他喝得不省人事 他高大的身子 直接压在我身上 很沉 他蹭了蹭我的头发 还把我的发际给弄乱了 嘴里一直呢喃着 喊着我的名字 晚晚 不要讨厌我 此时的他 早就把高冷王爷的包袱给扔了 像个小年人精 一直想往我的怀里钻 我不会讨厌王爷的 我扶着他回房 叫人给他煮了醒酒汤 楚墨全身都是红的 他热得扯开自己的衣领 我一眼就能看到身处 我娇羞地背过身去 脸已经滚烫了起来 我的耳畔悠悠地传来他的哭唧唧的声音 我果然被讨厌了 晚晚现在看都不看我一眼 盛南这个大骗子 还叫我装醉片晚晚 早知道就不喝酒了 我猛地扭头 只见楚墨还是安分地躺在床上 双眸紧闭 这演技确实拙劣 我玩心大发 伸出手想去撑开他的眼皮 却被他紧紧地扣住 他睁开了眼 你要对本王做什么 他的内心 晚晚不会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不行不行 我要矜持 他内心有多兴奋 他手上的力道就有多重 我吃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爷你弄疼我了 他立马松了手 眉头紧簇 晚晚疼了 药膏 我要去找药膏 楚墨起身 东倒西歪地走向柜子 拿了一瓶药膏 递到我的手上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表情依旧淡漠 脸上的飞红也消下不少 冷冰冰到 拿着 我的晚晚像个雌娃娃一样 我下次一定不能再这样了 晚晚快擦这个就不疼了 我晚耳一笑 对上他漆黑的眼眸 王爷 我收了这个 你就答应让我搬回来 与你同住 好不好 我耳边传来了尖叫声 啊啊 我的晚晚是什么小天使啊 他居然不讨厌我 我都那样对他了 他还想跟我同住 我看向他 不禁疑惑 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我 而且内心还那么热烈 但他却能做到 一点都不显露出来 他凑近我 呼出的酒香喷洒在我的脸上 一双漂亮的毛子直勾勾盯着我 只要你别越界 本王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 我心间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他这是愿意对我放下警惕了 我狡黠一笑 手拉着他的手腕 猛地凑近 故意用笛尖蹭到了他的鼻尖 那我想越界呢 王爷准许吗 我就是想逗逗这个高冷又傲娇的幼稚鬼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他脚跟不稳 裂起了一下 很快就站稳了 楚墨无措地看着我 我能看到他耳根子通红通红的 宋婉儿 你身为女儿家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刚想开口再逗他 可我的耳朵瞬间炸了 我的丸丸也太会了 这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他 他说的越界 是想亲我吗 要是亲我的话 那我死而无憾了 好家伙 我好像玩脱了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王妃 行酒汤来了 楚墨文声 亮呛地退后了几步 一下子就跟我拉开了距离 还是一样的心口不一 把汤放下 出去他沉声开口 扭头瞥了一眼翠兰 我能感受他身上的怒气 太讨厌了 为什么要打扰我跟婉婉 我越看楚墨越顺眼了 等他再对我卸下防备 渐渐被我交成妻奴 我就不信他 还能针对我爹 翠兰麻溜地把汤药放下 一直低着头 不敢多看我一眼 翠兰心声 圣南少爷说王爷 是花了很大功夫 才把王妃娶回来的 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我还是赶紧溜了 王妃你自求多福吧 他跑得极快 还贴心地为我们关上了门 只留我跟楚墨在房内 我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疑惑 花了很大功夫 我是被我爹卖了 不确定 明天回门要好好问问 这晚我是跟楚墨一起睡的 他用两个棉枕 把床隔成两半 让我睡在里头 他睡在外头 还叫人准备了两床被子 楚墨躺在床上闭上眼 对我冷漠地吐出三个字 安分些 随后他背过身去 暗自窃喜 太近了 太近了 晚晚身上好香 我改日也要跟他用一样的 我听着他内心的独白 竟不觉得过躁了 还挺有意思的 他怎么还没有动静 不会睡着了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转过去看看他了 楚墨身子缓缓地挪动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他动作很慢 像是怕吵醒我似的 王爷睡不着吗 我突然出声 他身子一僵 眼是斑得拢了拢被子 本王已经睡了 睡着的人 可不会说话的 他乖乖闭上了嘴巴 怎么会有男人那么可爱啊 他的心声 晚晚又犯规了 我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王爷 明日上朝带上我吧 下朝后 我想跟王爷一起回上书府 楚墨心跳的莫名快 我居然还能听到他的心跳声 他的心声 晚晚要带我回上书府 那老丈人不就得刁难死我 怎么办 一点都不想去 我不去的话 晚晚会失落吗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没想到楚墨这么了解我爹的性子 王爷不想跟我回去吗 我往他的跟前凑了一点 手自然地搭落在了我们之间的棉枕上 楚墨没出声 就连心声也静腻了 我一时不太习惯 想伸手碰他的衣衫 可守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 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王爷 家父要试刁难你 我会护着你的 你是婉儿的夫君 婉儿自然是要护着你的 楚墨依旧纹丝不动 我看着他宽阔的背 竟觉得自己 似乎被他冷落了 楚墨小气 现在就连一点心声 都不愿意 让我听见了 我还说了这么多 煽情的话 隔了一会 我就听见段序的乌叶声 渐渐变大 他的心声 我的晚晚 真的是世界上 最好的姑娘 他说会护着我 嘿嘿 护着我 那我就不怕了 他的心声停止 我的耳边传来 他清雅的声音 你该担心上书大人 本王可用不着 一个女人护着 王爷口是心非 我一不小心 说漏了嘴 只见楚墨一个大转身 看向了我 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来 你说什么 他的心声 我露馅了吗 没有吧 盛南说 现在还没到时候 叫我装得高冷一些 我很高冷呀 为什么晚晚会知道 我能听出 他内心的慌张 我说 王爷能陪我归府 我很感激 我心虚地 把背脚盖过脖梗 消化他的心理化 结论是 这个盛南少爷 很不简单 我是被楚墨戳醒的 我睡眼朦胧地 看着他 他立即收回了手 眼识般轻壳了两声 他坐在床头 侧着身子对着我 冷冷道 起来 他的心声 我一定把晚晚戳醒了 可是晚晚的脸蛋 真的好好戳 早知道 刚刚就不戳 那么用力了 我就说 我的腮帮子 怎么那么疼 王爷真贴心 知道我起不来 还专门叫我起来 他的心声 我的晚晚 真的是善解人意 他居然没有怪我 我一定要好好对他 下一秒 楚墨朝我伸出了手 我盯着那双五指修长的手 充满了疑惑 王爷 你这是何意 不牵算了 他收回了手 站起了身 内心又再次哀嚎 我刚刚是不是 把晚晚吓着了 早知道就不主动 要牵牵了 可是我好想牵牵 我猛地从床榻上爬起 手抓着楚墨的手腕 顺势牵了上去 牵 王爷对我真好 王儿喜欢你 先这样哄骗他吧 可我的心里 莫名有一丝愧疚 楚墨真的不经聊 而根子肉眼可见地红润了 他的手越发地炙热 他的内心一直在笑 笑得很不值钱 今天还是我跟他 第一次共用早点 桌上的早点很丰盛 摆在我眼前的 全是我爱吃的 我心里一暖 没出价前 我也是跟我爹 共用早点的 我爹也是 把我最爱吃的 摆在我跟前 看来楚墨是真的稀罕我 喜欢我 才会对我那么上心 别看现在楚墨 如此专注且优雅地用早膳 可他的内心 还一直沉浸在 刚才牵手上 我跟晚晚牵牵了 我要一辈子不洗手了 不知道等下能不能再牵牵 谢谢王爷 我此话一出 引起了楚墨的注意 他抬眼看向我 谢本王什么 这些早点都是我爱吃的 谢谢王爷对我那么上心 本王没对你上心 你多想了 楚墨冷了脸 继续慢条丝里地 吃自己手上的早点 晚晚怎么知道 这些是我一早爬起来买好的 晚晚太聪明了 我感觉我快露馅了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 跟晚晚贴贴呀 郭造的声音陆续传来 我听着这些声音 莫名觉得手中闲逗脑 都掺杂了甜泪 我一直坐在马车上补轿 顺便等楚墨和爹下潮 陈时 大臣们成群结队地从宫门出来 我才下了马车 与我爹较为熟络的李护布看到我 便上前来与我交谈 万儿 你可不知道 今日摄政王爷居然夸你爹了 可把我们乐坏了 我尴尬地陪笑 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情 摄政王怎么夸我爹的 夸你爹今日地穿着别致 我松了一口气 你可知 你爹今日穿的巢服背后 连着体裤都破了一个洞 我们谁都不敢多言半句 他就轻飘飘地夸了一句 直接把你爹气得半死 完了完了 我看到我爹兴冲冲地走了出来 立马跟李护布道别 我爹一手捂住自己的臀部 迈着扭捏的步调朝我走来 爹 我上前跨住了他的胳膊 女儿 你今日回去 一定要狠狠地惩罚触摸 我看到他的眼中 蕴藏着屈辱的泪水 我往他的背后瞧了一眼 朝服确实破了一个大洞 只是我未料到 这破的地方 竟是下臀位置 只要他一弯腰 就能看到他里面的黑色体裤 体裤破洞的位置也一样 还好我爹穿得多 还在里面加了一条白色底裤 不至于太丢脸 我解下身上的披风 给我爹披上 替他遮挡了这份屈辱 爹 你穿的时候没感觉吗 我今日赶着上朝 哪里知道秋季朝服 在去年的冬季 被你表侄子烧毁了 幸好皇上没有怪罪 不然你爹下半辈子 就要进牢里待了 朝服被我表侄子烧毁 似乎是有那么一回事 我爹茫然地看着我 宝贝女儿 你来作甚 今日我要回门呀 所以我特意来接你下朝 你回来可以 楚墨就别想进我上书府的大门 我爹脸色大变 臭着一张脸 话音刚落 我就瞧见楚墨不知何时 已站在我爹的身后 上书大人说什么呢 我心意紧 楚墨身姿挺拔 越走越近 他的心声逐渐传入我的耳中 我今天可是没针对岳父大人了 晚晚会夸夸我吧 看来他是没听清我爹说的话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爹像是背对怕了 像只安纯一样 侧身往我身后躲了躲 岳父怕女婿 多新鲜哪 我原本还担心着 两人会当着我面打起来 可见我爹这怂样 打起来是不会的 最多只会在心中互骂 我提议让我爹一人坐马车 我跟楚墨挤一辆马车 我爹不同意 他非要跟我们挤在一辆马车里 楚墨在心里对我爹骂骂咧咧 最后我挤在两个男人中间 我爹时不时地看向楚墨 一眼 两眼 三眼 我数不清了 反正我爹的每一眼 都会在心里面冷哼一声 他的心路历程 从我的宝贝女儿不爱我了到 早知道不把女儿嫁给楚墨了 夫人啊 我悔啊 我有愧啊 我听我爹对我娘的忏悔 说实在话 挺给我添堵的 我是我娘难产生下的 我爹一人把我拉扯到大 所以他极少在我面前提我娘 就怕我难过 我的左耳频繁听到楚墨的心声 瞬间被治愈了 岳父大人都主动跟我坐同一辆马车了 那他就是接受我了 我今天没有白白夸他 晚晚刚刚还主动给我牵牵 爱死他了 楚墨挺可爱的 只不过我爹不知道而已 我爹刚一进家门 就让人端上火盆 他拉着我的手一起跨火盆 说是去没运 我爹老阴阳湿了 我拉上楚墨一起跨 我爹急了 叫人把火盆撤走 我不乐意 硬是让他们把火盆留下 拽着楚墨跨 我爹无可奈何 跨着一张脸 眼睁睁地看着楚墨 牵着我的手跨火盆 我爹心声 夫人啊 女大不中流 我悔啊 我心中有愧啊 他已经喊了一路了 我心里早就不堵了 逐渐习惯了 楚墨跨完火盆 摆出一张冷脸 他心声 岳父大人又是怎么了 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我牵着楚墨的手 稍微收紧了一下 我爹就是这样 王爷别放在心上 王爷刚才没被吓着吧 本王可不会轻易地被吓着 他嘴硬 修长的食指 开始无措地 抹扎着我的手背 令我痒痒的 我的心为之一动 似是自己的错觉 用午膳时 我爹早就换了一身衣服 坐在我们俩口子对面 我怕楚墨 爱着我爹的面放不开 我就不停地 给楚墨夹菜 他在心里一直夸我 花式吹着彩虹屁 把我哄得很开心 我爹的脸逐渐黑了下来 午膳过后 我爹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 宝贝女儿 你一直给楚墨夹菜做什么 我不是让你调教他 成为七管炎吗 几天不见你怎么跟他 一条战线了 你的七缸哪里去了 我爹微怒 我嬉皮笑脸地给他捏肩 爹 他已经被我拿下来 你对他也好一点 别老是摆个臭脸的 挺让人堵得慌 你拿下他 我爹鄙夷地看着我 脱长了尾音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我看 分明是你被他拿下 宝贝女儿 你惨了 你被他吃得死死的 我爹咬牙切齿 心里一直骂自己 我真老糊涂了我 把孩子送宫礼多好啊 最起码光宗耀祖了 接下来 他又开始对我娘忏悔了 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他内心停止了哭声 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再次看向我 你们有没有圆那个房啊 我小脸刷得一红 爹 你说什么呢 我爹知道 我跟楚墨没有圆房后 心里舒坦了不少 到了晚上 我要与楚墨同住 我爹不同意 非要我们俩分房睡 我答应了 想着半夜的时候 溜回去找楚墨 可知女墨若妇 我爹预判了我的预判 他扛着棉被和草席 在楚墨住的客房里 打了地铺 让我一时不知 他这是在防着楚墨 还是在防着我 我睡不着 半夜 趴在他们俩窗台门口 头往里探 我爹呼噜声 打得震天响 夸张得很 我的耳边 却是我爹的心声 想泡我女儿 下辈子吧 不对 你下辈子也别想 我爹装睡 可真有一手 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 渐渐传入我的耳中 岳父大人是接受我了吗 他都愿意跟我 待在一个房里了 他应该是接受我了 可是我很想玩玩 我好想去看看他呀 楚墨在这种处境 都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竟还想着我 着实让我觉得 自己没有嫁错人 房内的床一响 我蹲下了身子 生怕被发现 就听见楚墨翻身下床的声音 随后 我爹就开口 王爷这是去哪儿 上书大人 本王想出宫 你也要拦着吗 楚墨语气 依旧是冷冷的 我爹变了脸 笑脸盈盈地对着他说 臣只是想陪王爷去而已 别看我爹表面笑嘻嘻 心里可是把楚墨 从头到脚都骂了个遍 我挺佩服我爹的 居然能面不改色地 说出陪你出宫这种话 换我 楚墨心里求着我陪他去出宫 我也坚决不去 听到两人的脚步声渐进 我没有一刻迟钝 提着裙摆就溜了 早知如此就不带楚墨回门了 晦气 晦气得很 没有听到熟悉的心声 我彻夜未眠 着实有些要命了 第二日 我在家中等他们下朝用午膳 只见我爹和楚墨并肩而行 看起来关系缓和了一些 反常 简直太反常了 听了两人的心声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爹升官了 如今是上书令 关键还是楚墨提拔的 我疑惑不解 饭桌上 我爹使劲给楚墨的碗里夹菜 他的大嘴咧着笑 我都替他脸疼 王爷多吃一些 看他这殷勤的模样 让我仿佛看到了昨日的自己 原来在我爹眼里 我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的不值钱 还说我被楚墨拿捏得死死的 他不也是 站在我爹的角度想想 他这举动也能让人理解 毕竟他已经五年没升过官了 他为官十载 前五载靠着拍马屁 一路从一个小状元升到上书 后五载 怎么拍马屁都不管用 依旧是个上书 其实 我也怀疑过 他的状元并非是他考上来的 而是他拍马屁拍来的 我也着实没见过 我爹对朝廷还有百姓做什么贡献 大帝皇上也看出这一点 才不给我爹升官的 回王府前 我爹拉我去书房 我以为他要嘱咐我 对楚墨好些 没想到他一张口 就是叫我劝动楚墨造反 我爹说的话 从没让我失望过 我皱眉 爹 你刚才给他夹菜了 这不就是接受他的意思吗 我是接受他了一点 但跟他造反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 他要是造反成功 你不就是皇后 我不就是国公爷了 真不愧是我爹 原来他的目标是国公爷 你想当国公爷 你当初直接把我送进宫里得了 至于让我这么折腾吗 我把你送进宫里 你斗得过那些嫔妃吗 不过几天 你没被皇上打入冷宫 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进了生 不再多言 事实确实如此 我爹还没考上状元 还是个穷秀才的时候 我就上过私塾 经常被同僚们污蔑 说我偷他们的笔墨纸燕 更离谱的还说 我偷他们的银子 他们家境都比我好上许多 他们瞧着我是女子 先生又偏爱与我探讨学问 所以故意藏着东西诬陷我 将我赶出私塾 考虑到我爹的前程 我也不敢跟他们硬碰硬 再加上私塾的先生 愿意收我一个女子读书 以示不意 我只好打碎了牙网肚子李燕 不跟我爹多说半句 可我爹似乎什么都知道 他一大早也不摆摊 替人写家书了 直接抄着锄头闯入私塾 把他们的矮桌全砸烂了 就是为了给我出气 当天他就拉着我回家 不让我继续上私塾了 他亲自教我念书 我爹那时还对我说 会让完完以后过上好日子的 直至今日 我还是会为这话 感动到热泪盈眶 我爹没给我画饼 他确实让我过上了好日子 我跟楚墨走的时候 我爹叫人扛来二十袋米 二十斤芋头 三十斤玉米等等 摄政王府也不缺吃食 我爹硬是给我整整装满了五车 我都准备好上马车了 我爹又把我拉到一旁 说悄悄话 宝贝女儿 你思想也别太封建 我不懂 我爹甩手扔给我了一本书 还被一层后布包着 满脸笑意地看着我 还没等我回话 他就推嗓着我出门 还不忘嘱咐我 到了摄政王府 你独自打开来偷偷看 我抱着书与楚墨 挤在同一辆马车上 我实在是好奇 这不理包的是什么 一时想得入迷 我打开了那包布 入眼的便是书名 夫妻如何和谐生活 我恍然大悟 挪动了身子 往旁侧一坐 打开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这书精妙得很 比我平日里 看的那些画 本子还要好看 看得我一时入了迷 忽略了某人 在我耳边喋喋不休 婉婉怎么不主动问我 为什么岳父大人 突然对我的态度 转变那么大 他在看什么呢 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我比不上一本书 我眼底出现了一只 骨节分明的手 夺过我手中的书 我慌乱之下 猛地扑了上去 直接压在了楚墨身上 楚墨一只长臂 还住了我的腰身 另一只手高举着书 他的脸冷冷的 大耳根子 却肉眼可见得红了 他愤怒的心声 传入我的耳中 他刚刚冷落我 现在他能为了一本书 主动扑向我 我果然失宠了 我竟然比不上一本书 可是晚晚真的好轻啊 他身上好香 不想放手了 他手上的力道加重 牢牢把我圈在怀里 听完他的心声后 我心乱如麻 王妃这是做什么 这清雅的声音 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王爷 你这是做什么 楚墨下一秒松了手 我重心不稳 下意识地勾住他的脖子 离他近了几分 楚墨两颊飞红 却摆出正人君子的姿态来 本王说过 让你别越界 你当耳旁风了 我一直如此啊 再说了 是王爷先抢我的画本子的 刚刚还搂了我呢 你 王爷也是喜欢瓦儿的吧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长眸 无比的真诚 王爷喜欢瓦儿 才会接受赐婚 才会陪我回门 才会给我爹升官 我说的对不对 我心跳得厉害 说完这些话 莫名后悔了 因为楚墨除了心跳快了一些 其他反应是一点也没有 马车很不稳 我的头直接撞上了楚墨的侧脸上 无意间 我的唇瓣贴上了他的嘴角 他愣了 我也愣了 他手上的书 直接砸了下来 掉到了木板上 啪哒 我回过神 迅速将头偏了过去 不敢看他 第一次体会到了话 本子里说的那种娇羞 他的长臂重新还了上来 把我往他的怀中拦 楚墨眼中 没有以往的冷漠 宋婉儿 若是本王今日换了一个性子 你还会喜欢本王吗 他没有正面地回答我 说出口的话 却如此小心翼翼 像是在试探我 楚墨忧郁的心声 涌入我的耳朵里 晚晚刚刚 并非是真心实意亲我的 我真实的本性 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喜欢的是傲气 又不爱理人的摄政王 而非是我这样的黏人精 直到楚墨的心中所想 我尝试着捧起他的脸 那些话一直堵在喉咙眼里 我已经不像从前了 那些会哄骗人的顺溜话 此刻我是一句都说不出口 楚墨也不说话 表情黯然神伤 他放了手 我也放了手 紧接着我自觉地坐在了旁侧 我微微俯下身子去捡书 他抢先一步那走 像是在跟我赌气似的 回摄政王府后 我去了偏僻的小院 将自己关了起来 心莫名赌得慌 想练练字 沉下心来 可越写越急躁 写着写着 缓过神来时 宣纸上写满了楚墨二字 我的心狠狠一颤 抓起宣纸将他撕得粉碎 我郁闷至极 明明那些撩拨楚墨的话 本就是我哄骗他的 怎么说着说着 我自己净陷了进去 我已经没有心思管那本书的死活了 全部的心思都在楚墨身上 情爱之事 我过于愚钝 都是靠画本子才悟出那么一点 我开了门 再三犹豫之后 下定决心去渐渐楚墨一眼 若我真的喜欢他 自然是不会让他一个人苦相思的 他不在府里 吓人说他出去了 我就一直等他 等到日落西山 到了用晚膳的时辰 他还没回来 秋日里 饭菜凉得快 没一会 桌上就见不着热气了 常来伺候我的翠兰走了进来 端起饭菜瞧着我 王妃 奴婢把菜给你热热 你接着吃 王爷有说过何时回来吗 我没心思吃饭 我想找楚墨 王爷见你把自己关起来了 什么也没交代 就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奴婢实在不知 我点了点头 翠兰小心翼翼地端着饭菜下去了 她的心声传入我的耳里 王爷都这样冷落王妃了 王妃居然还对王爷这么上心 王爷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么好的娘子都不知道珍惜 还跑去陪圣男少爷喝花酒 幸好我没告诉王妃 不然王妃该会有多伤心啊 喝花酒 还是跟圣男一起 我拳头瞬间硬了 楚墨 你最好能保证 你今晚的身子是清清白白的 不然本小姐要跟你合理 我怒气冲冲地跑到大街上 人来人往的心声混杂 扰得我耳鸣 我捂着耳朵 刻意不去听 一路跑到城里最有名的万花楼 万花门口站着一排的姑娘 她们手里甩着花花绿绿的袖帕 各种腌制水粉味混合在一块 闻得我一阵恶心 这里的心声混杂得更多 不堪入耳的心声接连而来 我努力地去辨别音色 才分辨出楚墨的声音 我心凉透了 她果真在此处 我无暇再去听她讲什么 暗自捏紧了拳头 撒开腿 就往里头猛冲 那些姑娘们把我拦在外头 阻挠着我 姑娘 你可不能进去 我们不接女客 我双臂乱舞 奋力地挤身进去 就连身上染上了她们的味道 我可顾不得许多 一路冲到万花楼的二楼 她们所在的雅间门口 还没冲进去 就听见酒壶摔裂的声音 紧接着就听见一声怒吼 圣男女是在劝本王与宋婉儿和离吗 是楚墨的声音 我身躯一阵 王爷自己心里不都清楚吗 宋婉儿愿意接了圣旨嫁于你 还说喜欢你 不过是想利用你让她爹升官 王爷心思单纯 还真称了她的意 如今她爹已经是正二品的上书令了 直轻权重 她的目的已经达成 自然不会继续跟王爷谈风月了 我想劝王爷一句 若是不想伤己太深 还是早早合理吧 我全身紧绷着 咬紧后槽牙 原来这个圣男是来挑拨离间的 话音刚落 我就听见房内发出沉重的闷声 像是人倒地才有的声音 我心不由地发紧 生怕两人扭打在一块 不久就传来楚沫的吼声 他爱怎么利用 本王就怎么利用 他想玩弄本王感情 就随他玩弄 本王想方设法地将他取进门 凭什么就因你一句话 本王就要与他合理 我刚才迫切伸出去的手 停在半空中 想方设法 取我进门 不是我爹求的赐婚吗 为什么楚沫会这样说 王爷早那么想通不就好了 圣男嘴脸一变 好像刚才劝楚沫和离的人 并非是他一般 王爷既然不想放手 那王妃这辈子是逃不掉的 再说日久生情 你如今也别克制了 说不准他就是喜欢你的本性呢 楚沫微愣 此言当真 我们当兄弟都快第十个年头了 我还能骗王爷不成 王爷能娶到心上人 我也帮了不少忙 圣男善笑 他的心声传来 刚才的话没白白刺激他 幸好他明白了自己心意 要是真被我劝动和离 以后我可睡不踏实 房内一时没了什么动静 我轻身下去 耳朵靠门去听 不知何时 我身后多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他正端向着我 哟 这是王花楼新来的姑娘吧 长得可真水灵 让爷相一个 他的手即刻向我伸来 他喝得醉熏熏的 力气也大很 一下抓上了我的手腕 我心下一席 正巧我爹教我的防身术 我还没用过呢 今天算他倒霉 我动作迅速 一下就撂倒制服了他 我脚踩在他头颅上 还没弄断他一根手指头 他就惨叫声连连不断 惹来了满堂看客 臭娘们 你知道我夫人的父亲是谁吗 我夫人的父亲是开国大臣周将军 你要是动我一根汗毛 我明日就赶端了万花楼 听完他这话 我笑了 本小姐还是头一次见吃人软饭 还那么理直气壮的 男人不自爱就是烂叶菜 你如此遭见自己 恐怕明日就是你被你家夫人扫地出门了 你这臭娘们都在万花楼了 还那么嚣张 你这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本小姐今日不好好收拾收拾你 我就不幸送 我脚上力道加重 挽起袖子就挥舞着拳头 一拳一拳地往他身上打去 他惨叫声更大了些 一直喊着万花楼的姑娘杀人了 宋婉儿 我停住了手 转头看向声员 不知何时 楚墨已经站在我的身侧了 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我立马收回了脚 上前一步还上了楚墨的腰身 开始啼哭脉惨 楚墨 我手好疼 你瞧 都红了 我是被楚墨搂着回来的 而户不输令使的女婿 已经被盛男带走了 楚墨一言不发地给我上药 她的心声剧烈 我真不好 居然让婉婉独自面对这些 瞧瞧这些伤 要是长在我身上就好了 楚墨的双眸藏着水波 四下一秒 就会掉下泪珠来 王爷 以后叫我婉婉 好不好 我伸出手指 勾住她的衣袖 似乎对她撒娇 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楚墨停下了动作 清雅的声音在房里响起 晚晚 我没有碰过别人 啊 我微愣 她这是在跟我解释吗 盛男喜欢榴莲烟花之地 我是找她去了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顿悟了些 原来她是想跟我证明 她很自爱 楚墨真是可爱得紧 这还是她第一次 同我说这么多话 今日让晚晚受委屈了 是我不好 楚墨默默低头 手指揉搓着我的手背 不委屈的 不知为何 我的眼中也蓄起了泪来 少时我跟我爹过得轻苦 即使自己受了许多委屈 我都会为自己讨回来 这还是有人第一次 同我说这些话 怎么会不委屈 明明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却还要安慰其他人 楚墨难难自语 即使她说得很小声 我还是全都听见了 我强忍着泪水 感觉整个人都酸妈了 王爷今日愿意跟我说这些 王儿心里真的很欢喜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说话了 楚墨这话让我心慌了一下 我好像说错话了 惹她不高兴了 我努力地想用毒心术 去听她的心声 可是一点声也没有 是她没出声 还是我的毒心术消失了 我更加慌乱了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她 王爷是不喜欢我这样说话吗 喜欢的 我很喜欢的 可都是假的 我不能当真 我听见她的心声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王爷过来 凑晚而近些 我拍了拍我们之间的空隙 可楚墨的身子不动 我就主动坐近 她害怕地躲了一下 我直接凑了上去 亲了亲她的脸颊 婉婉这次是真心实意的 王爷可以当真 这话一出 就变得不发收拾了 她扑倒了我 我看到她的喉咙一滚 声音变得沙哑 我想听婉婉叫我相公 好不好 我会心一笑 相公 话音刚落 一本书就从她的衣衫口 调了出来 还带有一点温度 我定睛一看 是我爹给我的那一本 这书 你还随身带着 我想知道 婉婉喜欢什么 所以就随身带着了 楚墨嘴角一勾 意味深长地冲着我笑 她附身下来 贴着我的耳朵 说了一句 没想到婉婉喜欢这个 我身子一僵 早上我起来梳妆 把翠兰吓了一跳 王妃 你嘴巴怎么肿了 我急忙拿起铜镜 查看了一番 果然肿得厉害 像是被马峰折了一样 我轻壳了一下 随便寻了个借口 近日干火望 上火了 翠兰不信 一入秋季了 王妃也没吃什么 上火的东西 怎么会干火望呢 我打断了翠兰 吩咐她 给我做点下火的汤 她这才离去 自从我与楚墨 互相袒露心意后 我的毒心术时好时坏 旁人的心声 我已经是听不到了 但楚墨的心声 我有时能听到 有时听不到 无比的怪异 楚墨为我在 摄政王府中 建造了望星台 供我观星赏月用 楚墨很黏人 一回家就只知道 往我身上靠 怎么敢也敢不走 这天饭后 我与她相伴而坐 就在望星台 她的头紧靠在了 我的肩上 一手搂着我的腰支 一手把玩着我的衣袖 晚晚这辈子 有什么心愿 我想让全国女子 都能读上书 都有资格入室 我还想做女夫子 开私塾 只招女学生 我觉得 女子一辈子不嫁服 一辈子不认人摆布 也一样能活得精彩 月光洒在楚墨的脸上 显得她的眉眼柔和了许多 她薄唇紧拧着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嫁服也不错的 若是丈夫自爱 又懂得珍惜妻子 日子也会过得很好的 楚墨紧接我的话 婉婉的心愿 我会努力达成的 我知道我是痴人说梦 王爷不必当真的 叫相公 他坐直了身子 他看向我的目光 无比的炽热 我微愣 疑惑不解 他同我解释 婉婉知不知道 民间夫妻都是 互称相公 娘子的 我想跟婉婉 只做寻常夫妻 楚墨说这些 我并不意外 皇家与寻常百姓家不同 多的是相互设计 手足相残 当初先帝病危 不少皇子对皇位虎视眈眈 也只有五皇子楚墨愿意退步 自告奋勇地就去了封地 那时候他才不过十岁 后来当今圣上楚衡 也就是楚墨的亲哥哥 亲手设计了一局 残杀了所有皇子 才夺得了皇位 楚衡认为十年 才愿意将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楚墨 接回京城 我想象不到 楚墨一夜之间 失去了那么多的家人 他的心理上 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再加上楚墨在封地的那段日子 应该过得不好 一直被天子监视着生活 我搂住他的脖梗 对他玩耳一笑 那相公也要叫我娘子才行 我们在摄政王府 就过寻常夫妻的日子 娘子的心愿会实现的 希望如此吧 后面我们聊了好多好多 仿佛是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楚墨说 在封地有圣南陪着 日子过得还挺有趣的 圣南带他爬树偷鸟蛋 还会带他玩曲曲和斗鸡 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做过 圣南还没少被宫里 调派来的管事嬷嬷骂 我笑出了声 相公与圣南是怎么认识的 圣南是圣县令之子 我在封地时 常住在圣县令家中 因为今年调派回京城 向皇兄举荐了圣县令 圣南才能继续伴我左右 那相公是如何喜欢我的 回京城之后 我的马受惊了 驰骋皆是 差点伤着一个小孩 是你救了他 我帮助的人颇多 这是我是有点印象的 当时情况危急 百姓们避之不及 有个男孩贸然闯入 减簇居囚 我一个大棚展翅 在一个猴子捞月 这才将他救下 温顺的马儿 才适合拉马车 那马狂也至极 丝毫不像是圈阳起来的 我又一个大棚展翅 翻身一跃上马 用脚稳定马凳 这才控制住了他 我正想到此处 就听到楚墨在我耳侧说道 也救了我 我怎么会救下你呢 我刚回京 大臣们对我没有什么印象 要是我第一日 就当街纵马伤人 残害百姓 他们一人一句起奏告状 恐怕我又要回封地了 或是后果更加严重 皇家果然险恶 那马定是楚衡直使换的 我压低了声线 讲得很轻 相公有想过造反吗 楚墨用手堵上了我的嘴 他看向我的双眸 泛着水光 我从未想过 权威和势力 对我来说不重要 而且我只有他一个哥哥了 我不想再失去他 若是有一日 娘子让我去做这种事 那娘子就往我身上刺一刀吧 我不想忤逆圣意 更不想辜负娘子期许 傻子 我才不会让你陷入危险之中呢 我想让相公这辈子都平安顺遂 今日的秋冽办得晚了一些 楚墨要陪皇帝去皇家围场狩猎 本是可以带上女眷的 可她没打算带上我 我胸口莫名堵着一口气 而我常常见不到她的身影 她每日每夜地陪着她的皇兄练习剑术 棋术 几乎每夜都是留宿在宫里的 我爹当上上书令后 忙得飞起 也常常不在府中 他大多数是在别的官员家中商谈要事 为百姓谋策求富 兢兢业业的 倒是有点清廉正直的好官模样 明日就是秋冽了 要是我今晚不撒泼打滚 求着楚墨带着我 她一定不会带我去的 我按照计划形式 围着楚墨转 摆出离了相公就不能自理的姿态 她心是软了 但态度还是强硬 一点都没有想让我去的意思 同寝的时候 我就一直背对着她 跟她赌气 娘子别气 丘烈危险得很 若是伤着你了怎么办 她的手附在我的胳膊上 使上了一点力道 想将我身子转向她 我呕着气 跟她僵着 相公一定是哄骗我的 丘烈办了这么多年 从不见有女眷受伤 再说了我奇数那么好 你也是见识过的 为什么还是不让我去 行 明日带你去 午后 我叫人背车去接娘子 我嬉笑没开 主动转过身子 双眼发亮 真的 真的 楚墨上手搂住了我 抚着我的发病 我们交紧而握 我欢喜了好久 到了明日午后 摄政王府门口 还真多了一辆马车 是盛南来接的我 王妃好 盛南下了车 对我恭敬地行了一礼 我们不讲这些虚理 我落下话 直径上了马车 却没看到楚墨的身影 掀开帘门 望着这盛南发问 王爷呢 王爷在皇家猎场等你呢 我点头 乖乖坐回了马车里 路程颠簸 马车摇摇晃晃 我困意增生 心里念着 要和楚墨一起骑射 才强忍着睡意 我又掀开了帘门 往四周巡视了一圈 皱了眉 盛南 这好像不是去猎场的路 这条路近些 王妃别急嘛 盛南拉紧了缰绳 挥着马边 驾 我记性好得很 只要我去过一次的路 就会记得牢牢的 往年秋冽 我爹也带我去过两次皇家猎场 明明就只有一条路 这明显就是楚墨和盛南联合起来 详骗我的 我拳头捏紧 却找不出为楚墨开脱的说辞 盛南停车 王妃 这里停不得 你停不停 你不停 我就跳车了 在我的威胁之下 盛南停了车 我跳下车 去解开牵引的马绳 翻身上马 盛南也没过问 他似乎知道我要做什么 他默默摇头 嘀咕了一句 楚墨凶 我已经尽力了 我拉了拉江绳 飞奔至皇家猎场 却被为首的侍卫拦下 我与他们僵持着 还自报了家门 他们不信 还拿起长枪朝着我 摄政王爷特意吩咐过了 摄政王妃今日出游不在府中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充皇亲国妻 直到此刻 我恍然大悟 楚墨一定在瞒着我什么 不然他不会周密的那么好 就连我会骑马来皇家猎场 都算得清清楚楚 摄政王受伤了 快来人 摄政王受伤了 一群人在嘶声呐喊 我心发紧 拽紧缰绳 头脑一热 就冲进皇家猎场 身后的两位侍卫 在身后追赶着我 我拍了马身 跑得更快些 一群人拥着楚墨 扶着他进了猎场园林 我翻身下马 不管任何礼数 顶顶撞撞地挤进去 看到楚墨被两位大臣架着 扶上床 我拨开人群 又推了一个黄袍子 直接坐在了他刚才坐的床檐边 看着楚墨的胸口 插着一支长剑 不断有鲜血从他胸口处流出 染红了他的盔甲 触目惊心 我看着他的伤口 觉得好疼 所有的怒意和怨念 都抛到脑后 我握紧他的手 乌叶地哭喊着 相公 你疼不疼啊 楚墨见到我后 胸口起伏得厉害 他用手背擦去我的泪痕 张口安抚我 晚晚别哭 不疼的 你胡说 你流了这么多血 你叫我怎么信你不疼 我哭得厉害 房间内充斥着我的哭声 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呢 娘子别哭了 楚墨声音虚弱 听得我心里无比难受 我收住声 喉咙哽咽 默默扭头巡视了一圈 这里真的好多人啊 我定是给摄政王府丢人了 看到摄政王和王妃如此恩爱 朕也就安心了 还有一丝艳羡 说话的人是楚衡 我警惕地抬眼 他就站在我的身侧 好家伙 我刚刚推的黄袍子 竟是他 皇上 臣妇刚刚不是有意的 无妨 摄政王伤得重 你忧心如焚 朕也是能理解的 再加上摄政王救驾有功 朕自然不会怪你的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救驾才受的伤啊 我还以为是我爹派人下的手呢 等一下 我爹呢 皇上 太医来了 太医来了 熟悉的大嗓门 从外头一路喊到了屋内 我看向门口 就见我爹拉着梁太医 气喘吁吁地进来 看到我在这就把我拽到一边去 轻声喊了一句 你别碍事 我脸垮了下来 心里竟觉得 我爹变得不一样了 他以前都会先关心我的 不过这样也好 我终于不用 夹在两人中间 左右为难了 宝贝女儿 你今日怎么来了 女婿不是说你出游了吗 说来话长 等回去再跟你说 我也一时想不出什么借口 一心都扑在楚墨身上 只觉得楚墨瘦的这一剑 很不简单 太医给楚墨拔了剑 上了药 又包了伤 还吩咐他 卧床好生养着 近日朝堂是去不了了 楚墨就告了假 因为救驾有功 楚墨这个无权无视的王爷 手里也多了些实权 我每晚都会给他喂药 换药 怕他伤势恢复得慢 就分房睡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他就不乐意了 娘子今日就陪我睡吧 我伤都快好了 我看到他还未痊愈的伤口 连连摇头 怎么也不肯答应 他就开始对我软磨硬泡 对我撒娇 还一直抱着我的胳膊不放 其实我还是生气的 生气他骗我 直到现在 都不肯跟我坦白 我的这点小心思 早就被他察觉到了 娘子这几日 是不是在跟我生闷气 他这话一出 我这才发现 我的毒心术 早已经消失了 若是我毒心术还在 我定能知道他的苦衷 就不会拖到第三日 还跟他生闷气 对 你不但骗了我 你还骗我爹 我爹对你多好啊 那些粮食 他自己舍不得吃 全都送到你府上了 他坐直了身子 往我侧身倾靠 抱住了我 楚墨的下巴 抵在我的肩头 蹭了蹭我的脸 娘子对不起 若我不骗你的话 你一定会为我挡下 那一件的 娘子知道的 我见不得你受伤 更见不得你倒在我面前 他说的这些话 我都能感受得到 楚墨确实把我看得 比他的命还要重 那你也不能这样 讲歪理 你明明知道 你受伤了我也会担心 我也会害怕 我也看不得这些的 他嘀嘀傻笑 完完好爱我 我真幸福 平嘴 我真的要被他气死了 这个时候 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平嘴了 其实这一件 是我的苦肉计 是我派人指使的 我抬了你爹的官位 不少大臣都以为 我跟你爹要联合谋反 要是我不舍身救驾 以表忠心 恐怕摄政王府和宋家 就要有风雨了 原来如此 是我错怪他了 如今朝堂局势变得不稳 暗中已经有人起了这个头 我害怕 害怕他们把主意 打到你的身上 完完你是我的命 你不能出事 你明白吗 我能感受到他很忐忑 伸出手也还上他的腰 出生安抚 我不会出事的 我们都不会出事的 我行侠仗义那么多年 积了那么多的福报 自然不会出事的 更何况 你又何尝不是我的命呢 楚墨的商议恢复好 就马上去上朝了 我为了不被人盯上 老老实实地待在摄政王府 就连尚书府都少去了 我在王府绣绣花 看看画本 练练字 日子是过得轻松 但我还是有些隐隐不安 有一日 皇后办了酒宴 邀请了不少臣子妻女 我拿到请柬时 想推托 楚衡任地十载 皇后从未办过这种宴席 这明显就是一场鸿门宴 后一想 要是我不去 皇后和皇上必然会被起疑心 那我不就是害了楚墨吗 我刻意把自己打扮得很笨重 看起来没什么心眼 皇后端庄 她独自一人坐在高位 审视了一圈 最后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摄政王妃可知摄政王近日在做什么 相公前几日给我刚建完望星台 这几日就开始给我做鞦韆了 皇后娘娘你不知道 那鞦韆工程复杂得很 要画图 要购买材料 还要看地理位置 不但如此 工匠也要挑得好 我话刚说完 就惹得全堂哄笑 宴席之上 窃窃私语的人众多 相公都是民间的叫法 王妃好歹也是跟皇家结亲 怎么会那么不懂礼数 应是被摄政王宠过了头的 竟这样没心眼 真是招摇 皇后出声制止 拿背后议论皇室 即可处死的条例示威 他们这才乖乖闭上了嘴 宴席散后 我主动去找了皇后 表达谢意 皇后笑脸盈盈地看我 都是皇家人 不必客气 皇家情薄 摄政王能如此宠你 是你的福气 他都这样 夸我是有福之人 我自然也是要夸回去的 皇后娘娘福气可比我多得多 我的福气已经不多了 以前也有给本宫造秋千的人 可惜他已经不是他了 本宫也不是本宫了 皇后娘娘说话时 双眸一直仰望皇宫里最高的楼 她威震四方的魄力 不应该被困在四方的公院里 我爹又升官了 现在是丞相了 皇帝很重用他 我坐在秋千上 听到这个消息 却笑不出来 我爹如今位高权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朝廷中定有不少人 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言行举止都要处处小心 我让人背了马车 擅自离府 给我爹庆贺 我怕我爹迷失自我 不停在他耳边念叨 爹 你现在位高权重 千万别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也千万不要做伤害楚墨的事 好好本分做事 别贪污受贿 我爹他点头如捣钻 拍着我的肩膀 跟我保证 我这才安心出府 想给楚墨买些解馋的小食 或者蜜饯 差点没跟商贩吵起来 今年的物价 比往年涨了一倍 这不是坑人吗 大贴了一圈 才知道是征税多了 他们不得不提高物价 楚墨同我说 国库亏空 楚衡确实下令抬高了税价 税价一直是我爹 自有李叔叔在管 应该是无事的 我的心一直不太平 如今朝中适合局势 我一概不知 楚墨让我别操心 他会办好一切 我每晚与楚墨共枕 他总是抱得我很紧很紧 在我熟睡时还讲话 若是真的到了无路可走 无法可解的地步 晚晚会陪着我吗 我迷迷糊糊地回他 嗯 我在他怀中钻了钻 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继续睡着 实在没有细想他的话 快到除夕了 我没心思出府置办 楚墨就让盛南去采办 过节需要用的东西 学已经下了几日了 翠兰从外头 给我买了些吃食回来 一直说着晦气 我问他才知 周将军家今日办了丧事 他的女婿死了 武座说人已经死了有两个月 具体死因不明 周将军的女婿 不就是我之前 在万花楼遇到的烂叶菜 我喝水的手一直抖着 生怕这是楚墨座的 若这是真是楚墨座的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造反吗 是为了我不再受欺辱吗 还是不想让我继续 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我心慌得厉害 恰巧碰到盛南回来 他像是刻意地跟下人们 展示自己手上的宝贝 浓 这是西域奇毒 震灸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 得来的 你们可别乱碰啊 盛南丝毫未察觉到我的靠近 继续跟他们的夸耀 这毒酒有多毒 盛南 这是楚墨叫你置办的吗 盛南慌张地把东西收了起来 无比紧张地看着我 嫂子 没什么东西的 真没什么东西的 我就看看 我上前一步想夺来看看 可盛南死活不给 看样子 有八成是楚墨 叫盛南置办的 我心越来越慌 这一件件巧合的事串联起来 让我觉得楚墨真的要造反 除夕夜 楚衡在宫内设了家宴 楚墨没去 我自然也没去 楚墨也没有留盛南吃饭 我就挨着楚墨吃饭 气氛凝重 我不停地往他的饭里夹菜 这是我们过的第一年 我们应当好好庆祝才是 是该好好庆祝 楚墨只在我的杯中倒了酒 他看向我时 泪在眼眶中打转 将酒杯移到我的跟前 娘子先喝 我皱了皱眉 这酒的颜色与寻常的不同 倒像是盛南所说的震灸 我未接过 直勾勾地盯着楚墨看 他好陌生 相公 这是震灸吧 我眼中起了雾气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楚墨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原来他这是为我准备的 他连我的后路都想好了 相公想造反 但是又怕宋家被世人称作乱臣贼子是吗 我站起身 举步维艰地挪动了一小步 走到他的身侧 弯下腰 与他对视 晚晚说过 出嫁及从夫 无论相公做任何决定 我都会陪在相公身边的 结局如何都不重要 楚墨你想造反 我陪你就是了 楚墨又倒了一杯 他手持杯盏 微微后仰 他眼看着我 晚晚不能陪我 不值得的 他一饮而尽 我惊慌地拍着他的后背 楚墨 你吐出来 这是毒酒 这是毒酒 楚墨嘴巴紧抿着 任由我如何拍打 都不肯吐出来 我更急了 紧接着他伸手反扣住我的后脑勺 我的唇瓣接触到一片柔软 又苦又烈的酒滚滚而来 我身子一将 喉咙一滚 下意识地咽下了这些酒 心顿时凉了半截 泪止不住地落下 娘子 别怕 这是假死药 她把我拥入怀中 我倾靠在她胸前 听着她慌乱的心跳声 明明自己也那么害怕 却还要安慰我 还把我抱得那么紧 晚晚 是我无能 皇兄知道了秋冽时 我设的局 他不信我了 他以为 我跟宋家串通一气 秘密谋反了 他想除掉我 可我不能连累宋家 唯有此法 才能把宋家摘得干净 原来楚衡从不信楚墨 我爹之所以能当上丞相 也是楚衡的一步棋 他想捧杀我爹 一并除掉没有用的宋家 我张了张口 却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出来 全身无力 只能依靠在他身上 晚晚 早知如此 我就该让皇兄 拒了这门婚事 当初你爹求皇兄赐婚 他已经写好了拒婚的奏折 是我跪在他殿前三天三夜 他才准奏的 我一生都活在被人算计中 可晚晚你不一样 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我不能那么自私 晚晚原谅我 我不能完成你的心愿了 我胸口发疼 口腔中浓郁的血腥味涌了上来 我吐了一口血水 染在了楚沫的胸口衣巾处 好困 身子也动弹不得 门外传来急促又杂乱的脚步声 他抖着手蒙上我的眼 紧张无比 我靠着落泪 强忍着困意 用尽最后的力气 去抓住他衣衫 抓得很紧很紧 好像手一松开 这辈子就真的失去他了 晚晚乖 睡一觉后 宋家就平安了 楚沫 可我想你平安 沉重的眼皮踏了下来 耳边嘈杂 破门声 刀声 还有我爹的声音 他一直哭喊着 叫着我的名字 还不忘骂楚沫 楚沫没想到你真的要造反 可我宝贝女儿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连她都不愿意放过 我的宝贝女儿没了 你叫我怎么活下去 是你女儿不愿与我一同谋反 我才下次狠手的 也不错 起码黄泉路上有人陪着我了 楚沫演技太拙劣了 一点也不好 周将军 你也看到了 宋家都不愿意同我谋反 那你带我一人走 就够了吧 我爹是被绑着的吗 放了他 周将军浑厚的声音响起 之后我再也听不见 他们讲了什么 我在自己的闺房中醒来 看到我爹坐在我的床头 已经睡着了 我抬眼望了望窗外 天还是黑的 身上的力气回来了一些 我坐直了身子 摇了摇我爹的衣袖 把他叫醒 爹 楚沫呢 我爹悠悠转醒 看到我后 朝我扑了来 跟个孩子一样 开始哭啼 宝贝女儿 你终于醒了 你知道 爹这七天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安慰了好一阵子 我爹才听了哭声 楚沫呢 我再次询问 我爹尽了声 我察觉到 有一丝不对劲 拼命摇着我爹的袖子 爹 楚沫人呢 在除夕的第二日 皇上处死了他 还是我奸斩 什么 我一时喘不上气 眼角全是泪 心如刀角 乖女儿 是楚沫救了宋家 因为他的死 还引出真正 叛国谋反的贼人 他死得其所 叛国贼人 我爹长叹了一口气 跟我聊起了 这些天发生的事 楚沫死后 楚衡就遇刺了 凶手竟是 李护部和周将军 李护部早就对 皇位有觊觎 他有耐心 一直潜伏在楚衡左右 他辅佐楚衡 给他出谋划策 就连当年歼灭 所有皇子的局 也有一部分 是李护部所设计的 楚衡上位 对他有所忌惮 只敢给他一个 护部的职位 直到我爹入室为官 楚衡就想拿我爹 来试探李护部 他的试探 就是给我爹 不停地升官 直到第六个年头 李护部没有一点动静 楚衡才卸下了防备 也就不给我爹升官了 就连跟我爹交好 也是李护部的一步棋 后来楚衡把楚墨接回来 李护部才有了些小动作 暗地里拉帮结派 巩固自己的势力 李护部也寻过我爹 但是我爹听不懂 会不了他的意 严禁于此 我问我爹 那周将军为何会被他拉拢 大概是因为他女儿吧 我爹声音压低了不少 只见他起身去把房门锁上 才回来同我说 宝贝女儿 前几个越州将军的女婿失踪了 他的女儿哭着喊着要跳井 如此严重吗 为了一个长得丑 又没本事的男人 还闹着跳井 我爹又压低了声音 因为他女儿从小就不爱过书 一直被养在闺房里 没见过世面 更没见过什么男人 才养成了这等性子 我爹言之有理 幸好我从小就悟到了 读书的重要性 才不至于变成他那样 那么可悲 我爹不同我继续说了 他让我好生歇着 为我准备吃食 其实后面我也猜到了一些 若是周将军那么爱惜女儿 自然是要为自家女婿报仇的 全万花楼里的姑娘和客人 都知道周将军的女婿 是被楚墨带走的 他对楚墨是有敌意的 所以要铲除楚墨 这个眼中钉 他也只能和李户部联合 估计那些税收多出来的钱 李户部应该没少贪 招兵买马 买粮食都需要钱 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 是这个意思 李叔叔真够阴险 我没食药胃口 我爹就让我喝了几口粥 就让我继续躺着 他独自走了出去 转过身时 我看他还默默拿起衣袖擦泪 我跟着他出去 看他进了后院设的灵堂 这灵堂里摆的是 宋家列祖列宗的牌位 还有我娘的牌位 我站在房门口往里瞧 里面多了一个牌位 上面写着宋氏女婿之位 我爹给楚墨烧纸钱 嘴里念叨着 楚女婿 使爹一直错怪你了 谢谢你保全宋家 保全了我的宝贝女儿 要不是今日晚晚醒了 我就差点要把她与你合葬了 她抹了一把泪 又是吸了一把鼻涕 哭得不成样子 是我们宋家幸运 遇到你这样的好人 可宋家福薄些 留不住你 若你在天有灵 定要保佑我家女儿余生 平安顺遂 我捂着嘴 压抑着自己不哭出声来 直到我不忍再继续听下去了 抹着泪 一路跑开了 我哭了三日 哭到哑了声 吃不下饭 才渐渐接受了 楚墨离世的事实 这世上没有了楚墨 宋婉儿也不是宋婉儿了 可我还是要好好活着 不然就没有人记得楚墨了 我让府内的丫鬟给我喂了些水 我才缓过进来 腹部开始抽疼 不知何时就连礼衣都染上血迹 我爹还未下潮 丫鬟匆匆忙跑了出去 给我请了大夫回来 大夫说 我游喜了 有一个月了 他还说我营养跟不上 幸亏发现得早 只是溅了点红 要不然这胎差点保不住 吓得我当天一下吃完了两大碗米饭 我爹知道我游喜后 乐得合不拢嘴 亲自去置办了小娃娃穿的衣物 我出门给楚墨上香 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马车经过摄政王府门口时 我还撩脸往外头看了一下 这里处处都是楚墨的影子 唯一可惜的是 摄政王府的大门 早就被冰冷的封条 封住了 也把楚墨和宋婉儿封住了 我放下帘部 继续赶路 到了皇陵 我戴上面纱 下了马车 买通了守黄墨的人 才能进去 我看着墨碑上的字 心还是会抽疼 我跟楚墨说了好多话 说到天都暗了 我还舍不得走 要是除夕那夜 多看你一眼就好了 这样就能把你的样子 深深刻在脑子里了 我回去的时候 遇到盛南了 他给我递了一封修书 还同我解释 楚墨当初之所以会处处 针对我爹 是因为他想让我爹上进 楚衡向来重用的是 有用之人 而不是口头拍拍马屁 却对朝廷百姓 没有任何作为 我打开修书 自立行间满是住院 愿娘子相离之后 重书缠病 眉扫峨眉 巧成窈窕之姿 选聘高官之主 巧成是节 更莫相增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福愿娘子千秋万岁 我冷着脸 将这封修书 撕得稀碎 人都死了 这封修书 自然做不得数 盛南 你替我烧给他吧 我气冲冲地回到家 在心里来来回回 咒骂了楚墨五百遍 负心汉 死了都不让我安宁 我立马沐浴换衣 想洗尽这一身的晦气 可我还是不争气 又流泪了 房内丫鬟的声音 拉回了我的思绪 小姐 你今日练字了吗 为什么 衣裙上染了墨汁 你说什么 我求了我爹好久 他才愿意放我出去住 他在城外 给我置了一座小院 夏凉冬暖 是个好地方 就是遥远了些 我爹让我带上一些 丫鬟家丁 到那里之后 好让人伺候着 我上了马车 拿出昨日 给楚墨画好的小巷 将手附在肚子上 看清楚了 这是你爹 也是个负心汉 若有一日娘忘了 他长何模样 你可不准忘 你要找到他 往他身上泼墨汁 在他衣服上 写满负心汉这三个字 这样娘就解气了 路上舟车劳顿 途经一家客栈 我就让人停下马车 歇歇脚 自有了身孕后 就连走路都有些吃力 还要靠丫鬟搀扶着 我从下马车开始 就感觉有人一直注视着我 抬眼望向客栈二楼 楼台上站着一个男人 他是被朝着我的 身披白毛大肠 屹立在那 让我感觉到无比的熟悉 更让我心跳剧烈 我一急 拉着丫鬟的手 直奔二楼 却看到男人正端坐在桌前 正摆弄着已经破碎不堪的纸 他想要拼好它 但他的侧颜像极了楚沫 我动了侧隐之心 不知不觉地就走向他 他抬眼看向我 摆出苦仇的表情 娘子不愿与我合离 说一声就是 不但撕了这纸 还吩咐圣南烧给我 适合居心 我鼻子一酸 喊着泪 大不奔向他 楚沫稳稳地接住了我 都是有身子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冒冒失失的 负心汉 大骗子 我抖着身子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好好 我是负心汉 我是大骗子 娘子别哭了 瞧瞧我都心疼了 她的声音清润温柔 手一直顺着我的背 安抚着我 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从府上搬出来的衣物粮食 全都搬往楚沫的大宅子里 我同楚沫从酒楼出来 上了她的豪华马车 她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我 她还给我揉肩垂腿 一直哄我 我肚量小 可没那么快原谅她 还生着闷气呢 她开始拥助我 用上了以往的招数 软磨硬泡 娘子别气了 娘子别不理我吗 我知错了 真的知错了 错在何处 错在不该假死骗你 更不应该不去找你 解释呢 我要听解释 楚沫的下巴 抵在我的肩上 肆无忌惮地把握着我的衣袖 她娓娓道来 除夕夜 我在地牢里 皇兄来看我了 她给我送了晚饭 让我吃完饭好上路 其实那晚饭掺了迷药 她把我换出去了 还让一个将要处死的囚犯 用易容术来顶替我 皇兄其实是信我的 他也是信宋家的 只不过 他想利用我们去引李户布上钩而已 因为我是李户布唯一的鸡蛋 楚沫说得不错 李户布只要一除掉楚沫 楚衡就会放松警惕 他在下手就会容易得多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我侧过脸 看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脸 发问道 其实我也偷偷观察过你一段日子 你哭了三日 差点小产 我心都就一块了 幸好你跟孩儿都没事 给你写修书 就是想知道你还念不念我 没想到某人直接把修书撕了 像我这样护不了妻儿的人 配不得你喜欢 也配不上你的青睐 更怕你讨厌我 所以一直没敢来找你 我眼眶红润 又速速落泪 我不许你这样说 相公很好的 你把宋家保护得很好 把我也保护得很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 而且我很好哄的 你抱抱我 哄哄我 我就好了 话音刚落 他真伸出双手还住了我 那娘子现在是不是被我哄好了 我脸刷得一下哄了 哄好了 月份越大 身子就越发重了 夜里还经常腿抽筋 楚墨每晚给我揉脚垂腿 还买了淡纹膏 说是有备无患 我什么也不用干 躺在床上等着享受就是 夜里 我怎么也睡不着 相公 我们何时分房睡啊 不可能分房睡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分房睡的 他将我搂得更紧了一些 生怕我溜走似的 可是现在我身孕有四个月了 往后肚皮是越来越大的 这床挤不下 那我明日找木匠 把床改大 你休想跟我分房睡 哦 晚晚 我们就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楚墨说得很认真 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为什么 不是都说多子多福吗 宫里好多的妃子为了争宠 都抢着生孩子 自己的安危都不顾 那些难产的都轰了 我们的这个孩子纯属意外 我原想着你什么时候 愿意给我生孩子 我在努力 回想起除夕前一个月 他每天夜里勤勤恳恳的模样 难道是他不够努力 我冷哼了一声 大骗子 娘子又气了 他又往我身侧靠近了些 娘子别气了 其实我以前确实没怎么努力 我骗你坐身 他老喜欢一本正经地说这些话 总是能把我耳根子说红 我出声制止 别说了 我要睡了 娘子先别睡 我同你商量一件事 有事快说 我真要睡了 等你这胎生下来后 我给你置办私塾 你去教书 我在家照顾孩子好不好 我双眸一亮 真的 骗你坐肾 相公真好 我主动还上他的颈帛 连亲了他好几口 生产那日莫名顺利 我没一会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反倒是楚墨在产房门口鬼哭狼嚎 一直哭个不停 还喊着 娘子我们不生了 真的太疼了 产婆在产房里乐得合不上嘴 我真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生的是个女儿 楚墨还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楚月 楚墨对她宝贝的不得了 日日守着她 就连去客栈也要带着 后来月月断了奶 我身子恢复得差不多了 楚墨就让人在客栈里贴了白纸横幅 只要家中有女儿还未上过学堂的 来她这报名上学堂 直接免担一月 我打趣道 那相公不得亏死了 不亏 皇兄怕我过不好 直接每月让人抬了一箱黄金 送我们宅子里 我们是不愁没有钱花的 行 是我对有钱人一无所知了 亏我还叫我爹多给我拿点银子花 还想养着楚墨 撑过这段日子 没想到鸭根就用不上我 楚墨这招确实好用 给我招来了不少女学生 我每日两点一线 从家到私塾 再从私塾到家 我的学生都很聪慧 我也花不了多少心思 楚墨偶尔还会带月月来私塾看我 给我送饭 娘子劳累 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要多吃一些 楚墨一手抱着月月 又疼出手来给我夹菜 竟让我觉得这一刻比任何时候都要幸福 我好喝好 我就要喝